应该现在时间又对了 看到吗 现在拉花的一招追跑 遇到第二场输了 那第三场应该赢了 哦 好了 这把大克 上的是国标队啊 直接上了把国标 两边双方上来直接互点 对面上了把三攻 感觉有点像刚刚子银沉打 那个鱼岛的样子 胡打风 不过这边是国标 高速风系应该还好 选择去破血点 这把应该是破血加大招了吧 四千 这伤害 哦 跟小秒 三千四 残血 没死 宝宝应该全跟了 三千八 这边也残血 神木灵 给了把兵穿路 伤害计算还是比较精准 因为神木灵的话 他那个风灵 就是他如果用禁忌五的话 伤害虽然高 但是会消耗三层风灵 但是呢 就是因为你破血加 天宫的单秒的话 差不多血线已经很低了 所以跟来把兵穿路 这样子的话就不消耗风灵了 宝全跟 感觉好像是体系宠开场 高连高伤的那种 陈图刃也是一样的 陈图刃跟兵穿路是一样的 但是陈图刃的话 他伤害没有兵穿路高 因为陈图刃他是打伤的 打伤式的 所以伤害会低一点 一把精击 对没有什么 那个精击还有不变 不过现在就是 关于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问题是在于说 这个人没有速度 这把的话是先补了把流云嘛 然后地府这边是有带的 所以 因为两边都有地府的嘛 所以后期的话可能会开始 抓一下速度 来抢一下速度这样子 因为一速还是挺关键的 毕竟你国标队的话 有的时候还是尽量 要多靠女儿的一个精击嘛 把自己的一个输出打出去 特别是国标的这种这种嘛 肯定还是以点杀为主了 双胞胎卡 就是曼珠卡呀 高明的呀 只不过人家没没进阶 你就不认识了呀 哦 刚也看 看过一场神木林 哪个去来着 只不过 一直都没有用过风卷 这边啥造型 完了 不进阶都不认识了 我的天 继续拎制 对面他那个阵容 跟那个之前是一样的 就是跟上把阵容是一样的 只是把那个风系换了一个法系而已 真的是代序前缘 这场其实狗狗这边压力还不是 不是太大 只不过因为 女儿没速度 物理没速度嘛 所以 还是要发 还是要发挥处地府的一个作用来 把速度给抢一抢 其实虎真大课的话 你上来都是可以考虑去飞机 或者怎么打了 还场三个回合 对面的话 神木林的那个风林的风卷的CD已经到了 可以用风 可以用风卷了 不过观战这边的话 地府手里面满分路 要为神了 谁克谁啊 观战这边大克对面 这把 地府这把罗汉 感觉要放有点难 普朵应该是这张仙挂灯 你这一把 可以拉湿驼了 这把可以拉湿驼的话 但是感觉最好不要拉 因为对面大堂速度 是要比这边湿驼要快的 所以对面可能会选择常去来守尸体 或者地府手抓来守尸体 所以 其实这一把的话 可以先吻一下 卡个大金 然后你把这边把蛇招出来 双蛇先成型再说 如果强行拉湿驼的话 感觉容易被守 对了 对了没斧驼 忘记了 那这两个对面还起不来 那无所谓了 拉就拉了 反正这边普朵速度慢 对面地府是变仙子的 老是想让对面有普陀 习惯性了 现在看到一个队伍里面没普陀 好那个都不习惯了 嗯 直接拉2400 变身 对没 普陀其实可以随便打 你这边有地府在的情况下 你随便点了 蛇先招出来 对吧 宝宝还神了 节奏还行 一把风卷风卷出来 4400 爆了一下残血 宝宝尚还有点高 一千 看能不能撑住 对他上双法 但是不带普陀 倒了 不过这把倒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你现在把拉起来的话 可以直接跟那个 喝白酒放金轻的 哦不对 可能先把没速度 女儿这边切进来是没速度的 不过刘云林这都丢过了 看对面补补补了 他报名图里面好像有普陀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普陀上不了 还是怎么低 狗哥这边是六分 嗯 看他是不是要尝试飞一波 试一下伤害 旗指人 黄泉抓 3800 晚上是吧 3800 伤害有点高 头伤人的话是 反正对面也没女吧 所以也无所谓 你这把飞也可以就像飞 三千五大剑有卡上 OK 蛇猪勾 有花狐有人 拨呀 选的去试补 还是比较稳 嗯 一刀一个 现在反正不着急嘛 双射成型 然后 控一下对面愤怒 不让他接罗汉就可以了 你看两条蛇的输出 对面都很难打 他对面清不掉蛇的 所以说感觉都可以开飞机了嘛 因为女吧 这边反正你准备好 可以秒了 嗯 一刀一个小朋友 今天怎么那么 多在这边带节奏的呢 解说没办法不说话 你可以把解说的麦给关了 看这把 对面只剩下一个宝宝了 这把应该对面会先出丑 不过丑 普通这边的话 先把灯给挂起来吧 女儿这个血线太不安全了 灯先点起来 宝宝这边卡个大 普通跟 女儿跟地府都是被封印的一个状态的话 你这把 不过这边只有一个女儿可以控愤怒 女儿还没愤怒 这把愤怒反正对面要放的话 只能让他放冷 但感觉应该不太会了 对面这时候只能出宝宝 没宝宝扛的话 你这边石头飞过去 对面雪都卡不上 嗯 一把进七 两只配速出来的话 下把地府就挂眼啊 嗯 直接飞了 三间三 讲道理啊 两个仙子 这边虎针大客 飞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另外进行回一下 女儿下把这场给飘就可以了 没补度还是难受 你这边只要小死亡挂掉一个 对面起都起不来 直接点死 呃 想道理 对面没有余岛那么能扛 三 三 两边都是被大客 但是余岛扛的还是比较 扛的还是可以的 对面这个不太能扛 对 而且对面没普图啊 关键是 你这边地府小死亡挂中一个 对啊 直接五个回合起不来 另一个法系 一个神木灵一个天宫 对就完全没有还手令嘛 直接水仙补满 出了一波配速 然后压这边的那个女拔 不过他这样子挂小死亡的话 哦 是雪 漂亮 速度慢 水仙再开 可以 溜溜溜溜 算死了 真的 一把群带走 关键他还把那个水仙 直接开出来了 而且对面那个隐身重速度太快了 死亡一扎八千多血 而且关键是那么多宝宝 卡大金的话 其实你可以分点神去卡个大伤啊 大伤也不卡 然后女儿这边直接喝酒 然后你这把的话地府刮把眼 呃 配速可以卡大金 这把直接 呃 女儿放金轻 配速卡把大金的话 都能支持疯狂印记了 看他要不要封一把吧 嗯 这把得先挂眼 把对面配速请一请嘛 直接笑礼 哦 对 女儿这边还没速度 正常应该是开眼飞的 对的 因为对面 这种高速闯的话 其实抗性不高的嘛 你这时候又是无限的在 强行加那个加血的话 你又不防御 那其实 伤害高的情况下啊 女儿再跟一把秒差不多就可以飞很多宝宝了 直接咬神了 哦 瘋火狼烟 一把群秒 时间不够 疯狂烟啊 就正常飞了 应该是 四千 嗯 差不多停场了 羽岛现在应该是 六分 第三场门空 羽岛六分 结束啊 差不多停场 应该是上海七千多 七千多 哦 省了一个 狗狗这边的话 打完应该是九分了 第八个回合 上来直接互切嘛 对 也说也不挂啊 反正对面也没放错位了 因为上来第一回合都直接互点了 领波上不了场 因为领波全方位比不上师徒啊 好好解说 别站边 你不看看这个是 这个房间是哪的啊 怎么可能不站边 我又不是在520 我也是次了 领波成 对的 我觉得连武装都 都不太能比得上 伤害低 然后你点杀也点不了 青宝宝 青蛇的那个 效率也没有师托高 就全方位比不上师托 然后比不上武装 你武装后期叠 暴击的话 你轻手 你还有机会 可以轻一轻的吧 然后 对没站在这边 然后 然后你领波成的话 就是你 而且关键是领波成 你死掉之后 你还将那个 将战役 死掉之后将战役减半 后面的那个 后续的输出 什么都跟不上 所以领波成 真的没法戴 一点都戴不起来 就看一下 门派大改 对领波成 是不是会有一个 什么改变了 现在这个 领波成 已经是很 很弱势了 就差不多跟 力天机 是差不多一个档次了 几乎看不到 但是你不可能 实时都起真军嘛 对吧 好了 结束了 十个会合 任务的话 任务其实领波还行 KO